主動詢問店家做確認,就可以有效減少誤會了 不少民眾在用餐之後 會隨手把衛生紙、小垃圾集中在空間裡方便店家整理 但前陣子在日本,有餐飲業者就批評 把用過的衛生紙丟進碗中非常不衛生 強調店內都有公告把垃圾丟進垃圾桶 希望顧客們能好好配合 不少網友表示支持,覺得衛生紙可能沾有鼻涕、脫痰 再加上有些人湯沒有喝完,枕頭絲喇喇根本超噁 這也讓我們想到,網友之前有討論過 在外吃飯,晚餐要不要疊在一起? 有人覺得顧客幫忙整理滿貼心的 但也有人覺得,就會增加店家負擔越忙越忙 雖然每間店都有不同的清理SOP 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 但我是覺得,如果不確定該怎麼做